上日下寒是这个时代的痛病 有些人总是觉得心情烦躁 脸上头发上喜欢出油 还容易长痘痘 嘴厉还容易长胖 但是又容易出现腰气酸冷 下肢容易水肿 男性朋友还容易出现阴囊处 有湿冷的感觉 我去年的时候遇到一位患者 有五六年之久了 上日下寒的患者 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总觉得自己左边的脸 一阵阵的发热 还伴随着头痛的情况 嘴巴里容易长泡 但是平时四肢特别怕冷 总觉得腰气酸软 没有力气 总是想跑厕所 还总觉得阴囊处有湿冷的感觉 会因不有坠占感 起初他意味着上火所导致 于是他自己去买了点去火的药 却发现越吃越严重了 期间也没少去看过医生 但是都是效果不大 随后我看他的舌头发现 他的舌头胖大 舌台薄白 舌头颜色偏暗 结合他的期待情况 考虑他存在着 虚阳浮月的情况 而这就是导致他上热下寒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寒呢 也就多表明下面的渗阳不足 渗阳不足那么阴寒那一声 因为他太寒了呀 阳气不愿意在这里待 于是就开始往上面跑了 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上面热 下面寒的情况 总的来说就是渗阳不足下缘虚寒 虚阳上浮是导致他出现上热下寒情况的原因 那么这时候调理就以补肾羊为主 于是我就想起了补肾羊的经典房积 经归圣祭堂 不过我在上面做了一些加剑 给他开了属地福灵白柱山药等等 方中的属地山药山鱼肉来补肾一经 泽气来化灼去施力尿若贵福子补肾蛀 大补肾羊从而来萤火归圆 甘将白柱补羊助羊从而是阴寒 彻底消散那么这样一来上热下寒的情况呀 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于是祝福两个疗程两个疗程之后患者反馈呀 情况好转很多 二诊的时候呢 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减了药物的剂量 通过巩固治疗症状基本好转 所以有时候不是并不好治 而是没有辩证到位